妓院头牌爱上客人 还怀上他的孩子 最终却惨遭抛弃 道别后不久 桃子怀孕的事情就被老板娘发现了 为了能和客人保持长久发展关系 他让桃子谎称孩子是金主的 可桃子却不愿意 老板娘气得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就在桃子满怀期待 与公子哥一起远走高飞的时候 却得知了公子哥即将去往欧洲 三年之内都不会回来的消息 他现在赶去码头也已经来不及了 桃子知道自己这是被抛弃了 为了不让自己有时间胡思乱想 他每日通过工作麻痹自己 手上重复着机械的舞蹈动作 内心的汹涌却怎么也止不住 几个异计劝导他把孩子留掉 还有的人说着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在学徒期间就留过三次了 桃子没有说话 厚厚的粉底遮住了他的表情 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只是他的动作越来越僵硬 仿佛只剩一句空壳 沉思过后 桃子还是选择将事实告诉金主 这件事自然惹得金主暴怒 桃子失去了金主 同时杨辉楼也不要他了 桃子回到故居生下孩子 不幸的是这是个女孩 为了抚养孩子 桃子重返杨辉楼 阿珠也在这里定居 还开了一家小饭馆 两人经常见面谈心 所有的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可就在桃子表演舞蹈的时候 他突然病倒了 肺结合加上怀孕产女 他的身体早就被掏空 现在的他只能躺在床上等死 阿珠提出可以帮他抚养孩子 却被告知 孩子已经交给了老板娘抚养 桃子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 最后他躺在床上连翻身都做不到 眼看着他快不行了